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病毒也入侵到校园内 中原大学17号深夜在官网公告 新增5例确诊个案 其中有3位是住宿生 从4月8号到现在已经累积30例确诊 由于染疫住宿生大多为大一学生 校方也宣布大一课程全面改为线上上课 其中的同时课程除了大一 仍有其他年级学生上课 同学们都很担心 其实多少会担心 但是也没办法 我就听学校规定 校方则是回应 这次学生染疫并没有班级接触人 且已经隔离 依规定无法全校线上教学 但疫情烧尽校园 学生人人自为 质疑教育部公布的停课标准太过宽松 网友痛骂 实体上课不止同学危险 老师也危险 学生组每天通勤就是极大风险了 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 怕把病毒带回家里 有学生在网路平台发起连署 希望把停课与否交给学校决定 且有确诊就停课 三天内就吸引进7000人复疫 教育部则回应 疫情结果出来之后 学校当然可以了解 以实际的情况来提出 相关的这些防疫跟停课的规范 我事宜的部分 教育部也会以尊重 学生确诊连环报 截至上午全国累计 超过2600位学生染疫 474所学校停课 全国校园沦陷 停课的标准 似乎真的有检讨空间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